红墙黄瓦金顶珠楼 10月29号 在项目建设现场 记者透过沙盘 得以一睹故宫北院的芳容 2022年末 故宫北院正式动工开建 它南面临水 北面叠山 金顶建筑形成一条轴线 作为整个建筑体量的中枢 红墙黄瓦的故宫元素凸显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未来 故宫北院的正式的主入口 将来呢 游客将从这里进行参观 项目也是参照了 故宫北院的一些设计风格 红墙黄瓦 金顶您看到三个起伏 分别是代表着 太和电 中和电和宝和电 与故宫北院形成了呼应 记者了解到 故宫博物院共有文物 180余万件 每年展览的数量不到1万件 不少文物 比如书画 受温度湿度环境的影响 展出有季节性 而故宫北院在建设初期 就想好了应对方案 应用聚合物 饼吸酸 防水涂料 这是一个经常用的竹楼 我们采用里边涂上一层 饼吸酸的聚合物防水涂料 实现了一个零渗漏的效果 里边的小金鱼也证明了 材料本身的一个无毒无害 跟文物保护的提供了一个 有利的保障 最美不过故宫红 为还原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厚重感 故宫北院使用了 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木墙 该木墙不仅强度高 韧性好 防褪色能力也非常强 未来的故宫北院 或将省去年年刷新的苦恼 因为它这个有机材料 我们已经在这个原料中 已经添加进去的 进行掺合进去的 一体化的制成的 所以说它不会进行一个褪色 建设故宫北院 所用的混凝土还有生命力 向母施工方介绍 混凝土中添加了复合特殊成分 当出现微小裂缝时 这些特殊成分会自动反应 并迅速实现自我修复 可以实现0.6毫米的自愈合 比如您看这里 最后当混凝土出现裂缝之后 它会遇水之后 可以进行的自动的生长 来将这个裂缝 形成的结晶体 可以将这个裂缝进行填补 最终还实现一个防蜃漏的效果 故宫北院的抗震性也属一流 世界上 项目运用先进的多为多点 符合减格震技术 在基础与上部结构之间 设置格震制作 地震来临时 这些装置能够有效吸收 和耗散地震能量 减少建筑的晃动幅度 我们项目总共应用了 325个大型的 千辛格震制作 以及滑板制作 和抗拉装置 用于抵消地震产生的能量 和震荡波 达到一个减震 消能的这种作用 为文物的存放 提供有力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